原住民给人的印象就是好歌喉 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来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像是阿嬷的小米歌 让她回想起小时候 还有天生的好歌喉 花莲古风村的阿嬷随口一哼 就是布农族的一段古调 69岁的她说 煮熟的小米口感一级棒 小米锅巴更是她从小吃到大的 因为让她回想起小时候 小米风收的时候 这个也有歌曲 快乐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在唱 同样来自花莲的一季达道 曾经获得第18届金曲奖 最佳原住民歌手的肯定 没有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她 音乐启蒙是来自父亲 她都是用歌声来叫醒我们起床 文面穿耳洞 一身头目装扮更有来头 去打猎 哪过三只大的猎物才可以闻下耳 跨世代跨族群的交流分享 希望让原乡情怀传统文化 可以好好保存传承下去 记者黄晴王国林 台北采访报导 先保一幕自动开启 印度法